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高达68%的中产阶级认为健康生活才是他们首要的人生目标 而高达73%的中产阶级认同老年阶段的经济必须由孩子来负担 接着是东海岸的灾情 在7号晚上开始大雨又重临东海岸三周 造成大水又重新淹没刮拉吉赖低洼地区水升级腰部 许多在吉赖内陆和沿河地区忙着震灾的团队和志工 也和居民一起撤离避灾 另外来看国际新闻 法国现在的情况可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现是在巴黎的杂志社发生恐怖袭击 接着在星期四法国南部地铁站一名女警被袭击身亡 另外在东部的一家土耳其烤肉店发生爆炸案 索性没有造成伤亡 两起事件的召获者也都成功逃脱 法国警方说 女警遭袭击的事件无关恐怖袭击 但是欧洲和美国已经风声喝泪 纷纷拉起警报加强重要区域的巡逻 另外在新报头版的独家报导一名 来自我国的武装特种部队 去年12月 家人以为他失踪了 向警方报案成为失踪人口 结果他在12月28号 在沙地阿拉伯被逮捕 他被当地警方搜出拥有恐怖组织 哈里发国的旗帜 2013年 从我国退役的他 是一名制造炸弹和拆弹专家 并拥有在恶劣环境下生存技术 而令人担心的数字是 从2013年2月开始 在国内因涉嫌哈里发国活动的大马人 已经累积到51人被逮捕 他们大多是公务员海军或空军成员 最后来关心在布城抗疫的农民 昨天有超过300位申诉无门的农夫 唯有带着他们农作物 从霹雳的22个地区 来到布城的农业部门大厦外 抗疫霹雳政府连同私人发展商 逼迫他们迁出赖以为生的农耕地 农业部官员承诺将在两个星期内 给予农民答复 接着我们来看其他新闻 马大校方早前对马大八子 采取纪律行动后 这回对大学里的所有教职员 也被下令禁止他们主办任何政治活动 马大注册主任说 马大是为了确保大学利益不被影响 和不允许任何人做出 犹如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事 才决定发出通告给全体职员 手机市场竞争激烈 马来西亚三星电子 昨天推荐Galaxy A5和A3 两款智能手机 售价分别为1199和899令吉 这两款智能手机卖点 在于满足自拍使用者 目前算是最先保的智能手机之一 机背有500万像素的广角摄像镜头 即使多人合照也能轻易入境 匪徒干案手法层出不穷 一名31岁怀疑承包商 昨天开着新买不久的四驱车 到霸吉市场回收垃圾 起料准备开车离开时 遇上一名男子敲车窗 指他掉了东西 不应有诈的他没有吸掉引擎 就下车查看 结果另一名匪徒趁机登上他的四驱车 快速驾走车子 警方目前援引杰伙抢劫罪调查此案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